9月9日,关于龚俊去争议地区的言论不断发酵,龚俊工作室为紧急澄清事实发表严正声明,网传龚俊去争议地区的照片为他本人在19年6月29日发布的Vlog视频截取画面,而该画面是附近的商业街,旅行热门景点,是在他行走时拍摄下的过程,而对于深厚的背景龚俊并未注意,仅为路过,工作室附上了龚俊发布视频的链接,让所有质疑的人都能够去看,然后做出理性的分析,并希望大家不要轻易相信断章取义的内容 并强调,龚俊立场原则不容置疑,并晒出在拍摄时的视频截图,与当地的地图,龚俊拍摄下来的仅仅是路标,而不是他本人前往此处 随后,龚俊也表明态度,以前不曾,未来也绝不会进入 很多粉丝们也都对龚俊及工作室的回应表示了支持与理解 也有网友质疑为何龚俊一定要到那附近去买冰淇淋,也希望艺人都能以身作则 通过自身影响力传递正确的价值观,网络不是法外之地,请勿造谣传谣,对此,你怎么看呢?